有些網友說 調劑非常的簡單 把藥從櫃子拿下來裝進藥袋就好 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嗎? 正確用藥保平安 常備藥品求新安 大家好 我是藥師陳怡安 大家在醫院看診的時候 接觸藥師最多的時間 應該就是領藥了 在醫院的人流相當多 從開始的 甚至最後的領藥都會需要排隊 常常大家的耐心都已經被磨光了 那究竟為什麼領藥要花費這麼多的時間呢? 今天就讓我們來實際開箱 領藥櫃檯的背後給大家看看 先讓我們歡迎這集的特別來賓 詹千惠藥師 大家好 我是在台北慈濟醫院服務的 詹千惠藥師 首先我要帶大家來解開一個迷思 在醫院調劑的藥師 真的只要照著醫師的處方簽 拿藥再打包就好嗎? 嗯? 嗯? 今天一起讓我們到醫院藥局的櫃檯內部 一起去看看吧 咻!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台北慈濟的藥局內部 在病人從診間離開拿到處方簽的同時 會前往披架的路上再到藥局 那在這個時候藥局其實也是非常忙碌的 對 接收到處方簽之後呢 藥師就可以在病人討其他醫院程序的時候 開始調劑還有處方審核作業 那同步接收處方內容的 還有我們的包藥機 接受醫師的處方之後 就會包出裸定的藥瓶 這些完成之後就會送到發藥櫃檯 就可以到藥局來領藥囉 有些網友說調劑非常的簡單 把藥從櫃子拿下來裝進藥袋就好 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嗎 藥師在調劑的時候到底要做到哪一些的確認呢 三毒跟五對 三毒分別是取藥的時候 調劑的時候 還有歸藥的時候 那五對的話呢 就是要審核處方對於病人的安全性 病人姓名正確 藥物藥對 藥品的劑量要對 主要時間要對 以及服藥的途徑要正確 那現在啊我們接受到處方之後 其實我們都透過系統的幫忙 可以做的比五對還要更多的 食物跟藥物 對的交互作用 對交互作用 病人有沒有用到過敏史的藥品 肝腎功能有沒有需要做劑量調整 甚至多顆別的藥品 有沒有重複用藥或是交互作用的 我們都可以從系統上面 評估我們的主方合理性喔 三毒的部分呢 就是說 我們在拿取藥品的時候 我要先確認說 我是要這個罐子妥10毫克的 然後確認你手上拿的這個東西 是罐子妥10毫克 放進正確的藥袋裡面 就是調劑的時候也要正 拿到正確數量之後 如果你有剩餘的藥品 在歸還的時候 也要確認你是放在 正確的格子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三毒的部算 那在剛才一案藥師提到的 三毒五對之外呢 我們醫院還有引進了全新的導引系統 更能增加調劑的正確性 那接下來我們就操作一次 讓大家看看吧 透過刷條碼的話 智慧導引系統會帶領我們到正確的藥品 而且上面還會顯示說 我們該調劑的顆數 那我們拿到藥品呢 一樣三毒五對做到完整 放入藥袋的時候 確定藥品是正確的 放入之後 我們按掉我們的導引系統燈 導引系統就會帶領我們到下一個藥品 那一樣呢 我們做好三毒五對 完成我們的調劑 接續這樣子呢 我們可以完成整份的處方調劑 就可以送到外面 等候病人的領藥囉 然後呢 這邊我有看到 就是除了有門診的藥品之外 其實住院跟急診的藥品 都是在藥局裡面進行的 然後在領藥的過程呢 其實藥師要核對的內容也有很多 病人必須拿著正確的健保卡 處方簽 領到正確的藥帶 藥師呢要同時確認 發出去的藥品 數量跟品項是正確的 還要在衛教的過程 確認病人是否知道正確的用法 在病人知道正確用法呢 也拿到正確藥品之後呢 就可以安心的回家了 那這裡提醒一下 如果病人回家 還有用藥的問題的話 也都可以隨時打電話 回醫院做確認喔 經過剛才的介紹 相信大家應該有感覺出來 藥師必須要在一定的時間內 完成很多工作 其實責任是非常重大的 那這邊也想請教 沾藥師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例子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在醫院裡面 我們會講求一個分工階段 在大家看到的門診藥師背後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專責的藥師 負責 採購藥品管理 資訊的建制 以及病人的藥物餵教 其實這些都很重要 對這些都很重要 所以我們是用分工的方式 讓這整個資訊的建制 可以在背後支持著我們的藥師 一樣要站到工作崗位上面 可是你需要快速的熟悉 所有的工作流程 而且還不能夠有虛擾 對所以我覺得有系統性的教育訓練 對於藥師來講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設置有專門的藥師 來做這件事情 所謂的教學型的藥師 也不只是單純說訓練完你 我就結束任務囉 藥師品嘗在線上工作 遇到困難 或者是說對於流程上面 有一些不懂的地方 教學型的藥師這個設置 都可以發揮他的專長 讓藥師覺得在我們的職業場所裡面 可以很安心的替病人把關 他們的用藥安全 其實在發櫃台 就像剛剛主持人說的 我們就是醫院的最後一站 那病人從一大早到醫院看診 其實要等很久 情緒會比較多 可能難免會遇到比較高張的病人 我們也有遇過會用不雅字眼問候我們的病人 我們在教育訓練裡面 放入了全人醫療的教學 我們會讓藥師去體驗 我今天是一個老年的長者 做一個角色對調 對做角色對調 其實藥師在發藥的時候 會比較能體諒說 重聽的老人 或者是我行動不方便 我走了這麼一大圈 然後我還要排隊靈藥 心情上面難免會有一些受影響 有一些病人就會開始激動 藥師如果陷入那個情緒裡面 很容易就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這也是一個 透過角色的兌換 互相的理解 我相信透過今天的分享 大家也會比較了解 藥師辛苦的地方 到醫院的時候 大家都要互相體諒 然後互相有同理性 雖然我們在發藥的時候 會有相關的用藥指導 可是我相信民眾應該 還是有很多藥物的問題想要詢問 如果有需求的話 醫院是不是也會有相關的服務 可以幫民眾解過敏 接下來就讓我們看一下 我們藥物諮詢櫃台 有哪些服務項目吧 你可以在那邊得到 病人用藥的諮詢 那如果你有看很多科別 我們也都會有 多科別的用藥整合 特殊劑型的話 像是吸入劑啊 塞劑啊 我們都會設有一些 教具 教材 那還有 不知道我的過敏用藥有哪些 我想要有一個記錄卡 這邊我們可以有資料 讓民眾帶回家 那我們更多的事項是 連續處方前領藥 我們可以預約 那民眾來醫院領藥的時候 等候時間就可以縮短很多 然後啊 我們針對一些特殊需求的病人 我們也設置有溝通道具 像是老花眼鏡 我們會有電子式的擴聽器 那如果說是 視障的朋友們 會有點字貼紙 可以放在藥帶上面 讓他們回家的時候 可以正確的使用藥物 而且我覺得不只是病人自己 有時候是 你要幫家人啊 或是長輩注意用藥事項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到 咨詢櫃台來詢問 都會得到很好的解答 用錯藥其實是比較困擾的 所以大家真的是 可以好好的利用 我們的藥物咨詢櫃台 了解藥物的正確使用方式 也幫助自己跟家人 早日康复喔 今天我們算是了解 醫院藥師的一小部分工作而已 其實大家應該 對醫院藥師的業務了解也比較少 那這部分可以請 詹藥師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屬於社區藥局以及診所藥師的這個工作呢 可能是大家民眾比較常遇到的 那在醫院的藥師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如果第一時間 醫師開出來的處方 如果有問題 沒有及時在醫院裡面受到糾正 當到社區藥局去的時候啊 病人也很容易拿到不正確的藥品 那社區藥師到時候要處理的時候 又要繞很大一圈 是一個非常費工的過程 就是後續處理的藥師很辛苦 對就是不安全的 所以啊 我們在第一關卡的時候 就要讓民眾獲得最正確的處方以及藥品 那我們還有在醫院裡面啊 其他比較特殊的任務 像是我們有 急診的病人 住院的病人 加護病房的病人 這些我們都有設置專責的藥師 那再加上醫院特殊的任務 當然像是 化療藥品的調配 全靜脈營養需求的病人 也是要負責調配 以及早場兒病人的照護 所以倒是在各個職業場所 都扮演不一樣的角色 然後來替所有的民眾把關動藥安全 特別在之前COVID-19的疫情 醫師在醫院裡面 那要怎麼從醫院送到病人家裡面 病人在線上看診完之後 醫師把處方簽送到醫院的藥局裡面 藥局的藥師 再跟社區的藥師合作 傳達處方過去 社區的藥局藥師調劑處方之後 送到病人家裡面 之間的合作 合作得非常好 所以在疫情裡面就是讓 所有的病人都可以 甚至當天或隔天就可以馬上跳瓶 對於病人的照護真的貢獻很大 藥師會根據職業場所的性質 工作內容也稍有不同 但是我覺得大家在 照顧病人健康的那一份精神 都是一樣的 今天非常謝謝張藥師跟我們的分享 那相信看完這集的蜜粉們 以後到醫院藥局的時候 也會對藥師有多一份的同理心 在接過藥品時 也可以對辛苦的藥師說聲 謝謝 辛苦了 如果喜歡這次的特別企劃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我們知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開啟小鈴鐺 哈哈哈哈 沒問題 喜歡我們的影片 做到了 再一次 我剛剛破音了 吃吃吃吃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